快到了 就上面而已 到鷹歌石這邊會有一個平台 我們這邊平台這裡看一下 這邊可以做休息 這裡也是視野很好 這就是鷹歌石 這裡叫做鷹歌石觀景台 這要從遠方來看 會比較像一隻鷹歌 然後這裡 有沒有 貝類化石 好像牡蠣吧 牡蠣殼之類的 這邊一個 上面也有 這裡一個 然後這邊 這個 這個也是化石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珊瑚 我不清楚 反正就是化石 再看一下 上面也是 這邊 這邊 這裡也有 有沒有 這一顆 感覺有點像海膽化石 有點像 但我不確定啦 我不確定是不是 然後在上面 有沒有 又是化石 好像牡蠣殼 然後這邊呢 有一個 這個化石好像比較大捏 不知道是不是海膽 不確定是不是海膽化石 蠻大的 那這邊呢 我以前有發現過 拉紋海膽 大概在這個位置 大家看一下 因為它已經瘋化掉啦 看不清楚啦 就那裡 那一顆 這個都已經掉光了 剩下一個石頭的磨這樣 基本上呢 那一顆呢 就是拉紋海膽 這個我也沒有辦法上去爬更清楚 因為太高了 所以這裡呢 有拉紋 拉紋海膽 那有些人稱為什麼科布萊恩 有一些名字啦 所以就看你習慣稱什麼啦 哇 我又看到一顆了 一顆拉紋海膽 在前面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 好像有一根棒子管子那裡 然後它那邊有一點一點的 沒錯 這一顆是拉紋海膽 非常非常確定 就在那個地方 極危險啦 那下面你看 你要摔下去嗎 哇 超危險的齁 這個不只45度了 這一下去就滾下去摔下去了 非常危險 那鷹哥石呢 大概就這個樣子啦 上面的海膽 兩顆拉紋 還有一些貝類化石 然後山下呢 風景就是這個樣子 還不錯啦 那來這裡就是 小心齁 注意安全 然後對面呢齁 對面這個山呢 就是所謂的淵山齁 這上面有一個 有一個鐘啦 蠻大的 然後山上呢 這一帶呢 也算是狼崗城 上面也是有化石 也有化石 看完這個鷹哥石齁 這邊呢 還有路可以上山 這裡呢 也是有少量化石 因為這一帶都算是南港城 可惜呢 這邊 沒有發現那個海膽耶 超討厭的 海膽在這個鷹哥石上面 超危險的地方 這個 它已經風化了齁 不適合採集 那 也不要去採集 因為很危險 然後這個步道齁 這裡 這個地方 也是有一些貝類化石可以觀察 喔!看到了 喔!貝類化石 唉唷!海膽 有沒有 它另外一半不見了 照理講它應該有另外一半 另外一半這樣 像圓盤的這樣 一半 那只剩下這裡而已 這是海膽 海膽化石齁 看到了 可是是 破片齁 海膽的破片 這邊叫 鷹哥石步道 然後上面呢 這個通往哪裡齁 我不太清楚啦 我沒走過 以前就是到這裡而已 我就停下來了 化石看一看就算了 就結束了 就收工了 貝類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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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什麼好看的啦 就這樣而已 這一塊呢 感覺比較硬 像水泥 然後這白白也是化石 然後這個地方 唉 這裡稍微看一下好了 鷹哥石這邊再上來 基本上鷹哥這裡的山我都不熟啦 嘖 沒有東西 沒問題啦 鷹哥這裡的化石 好像只有我在講而已啦 這個從部落格啦 什麼影片啦 大部分都我在講而已 以前沒有聽過玩化石的人 在講這個地方 沒有化石 沒有化石 看一下這裡 哇 這隻很陡啊 上面也是有一些岩石啊 不過我不想看啦 這個 就留給有興趣的人去探索囉 好了 現在就準備 準備下去 準備下山了 看一下時間 現在 四點多了 剛好四點多 今天又早一點出來 才有辦法這樣逛 不然 邊走邊講 邊走邊講 不知道拍到哪時候 看不太出來 好啦 我下來了齁 這個很陡喔 這個 腿不好的人下來要很小心 然後走這邊齁 就可以回去這個 往孫榮隧道那邊走 其實這個叫孫榮步道 好 然後那個 有化石那個有點像隧道的地方 我就稱為孫榮隧道 然後 那邊一直走 就可以到壁龍宮啦 那我今天要從 孫榮隧道那邊離開 因為有車子停在那裡 好吧 那今天呢 這個化石旅程齁 只有最後比較精彩啦 就是拉紋海膽壓軸 然後沿路 這沿路呢 就沒什麼東西啦 純粹是散步 健康散步善心這樣 好 那就拍到這 祝福大家 祝事順利 身體健康 掰掰 傷勞 你 身體健康 但是 如果 你 不是 by bwd6